中国新歌声启动,陈奕迅大报节目内幕,王菲要接替那鹰。 中国新歌声第三季的海旋已经在全国各地陆续进行,但是导师阵容迟迟未公布。 不过在此之前,作为第二季导师的陈奕迅,竟耿直爆出节目《黑幕》。 陈奕迅在2017年参加香港的一档综艺节目,大胆揭露中国新歌声的《黑幕》。 导师选人很大一部分都是根据导演的要求来选的,所以基本上很多都是内定。 在第二季中国新歌声结束之后,那鹰很快就发布声明,觉得太累了,当了六季导师,也该休息了。 难道这个节目真的有黑幕? 不过近期爆出,女神王菲将接替那鹰的位置。不过著名于平人吴清宫指出。 王菲比陈奕迅还不适合当导师,太耿直了,万一不配合导演,一不小心就把黑幕抖出来怎么办? 。 有人推荐让林一连上节目,她还蛮有综艺感,而且也是女神级别的。 中国新歌声第三季的海旋已经在全国各地陆续进行,但是导师阵容迟迟未公布。 不过在此之前,作为第二季导师的陈奕迅,竟耿直爆出节目黑幕。 陈奕迅在2017年参加香港的一档综艺节目,大胆揭露中国新歌声的黑幕。 导师选人很大一部分都是根据导演的要求来选的,所以基本上很多都是内定。 在第二季中国新歌声结束之后,纳英很快就发布声明,觉得太累了,当了六季导师,也该休息了。 。 难道这个节目真的有黑幕? 不过近期爆出,女神王菲将接替那鹰的位置。不过著名于平人吴清宫指出。 王菲比陈奕迅还不适合当导师,太耿直了,万一不配合导演,一不小心就把黑幕抖出来怎么办。 有人推荐让林一连上节目,她还蛮有综艺感,而且也是女神级别的。 。